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 我在吃早餐的时候 看到我让娜娜的Vlog 然后呢 它的片头 或者说是转场的地方 都会出现一些 用铅笔写字的效果 看起来呢 有一种写日记的感觉 显得非常的自然 可以说是非常Vlog的一种字幕 所以呢 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字幕 这一次的字幕教程呢 用的软件是Final Cut Pro 因为我的PR在加字幕方面 有一点问题 但其实没有关系 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 首先呢 我们找到Final Cut Pro的字幕库 然后在搜索这里打入打字机 Final Cut Pro呢 自带是有打字机效果的字幕的 我们把它加到时间轴上面 然后输入想要的内容 播放试试看 然后在Duration这里 是可以改变字幕出现的速度的 如果是数值更小的话 它会出现的快一点 数值更大呢 就会出现的慢一点 我们这里让它出现的稍微快一点点 这时候呢 字体其实就已经有了打字机的效果 是一个一个出现的 但是我们还是不会觉得 它是用铅笔写出来的 因为这时候的关键就是 字体的选择 以及是否有配音效 因为是铅笔字呢 所以我们可以选取稍微可爱一点点的手写体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玩玩体吧 然后这时候加上一个铅笔写字的音效 然后按照字幕出现的速度 来调整一下我们音频的速度 大概到这里字就已经写完了 所以音频就可以取到这一部分 我把这个维和的笑脸取掉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 让它看起来更加有手写感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 还有加一个背景 这样子就完成了 音效呢 还可以做像打字机这样子的 或者说是像键盘 像在黑板上面写字的这一种 根据不同的音效呢 其实出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刚刚视频里面出现的音效 还有一些平时我自己收集的 打字或者写字的音效呢 我都会放在微博上面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链接 并且下载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